少杰 传出来张宁三分球 有了漂亮张宁 张宁关键时刻 就像他在这就是灌篮里的表现一样 好这样的话清华拿到第一共的球权 各位手机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优副体育 为各位带来的第21届中国大军权的决赛 北京大军队对阵清华大军队的比赛 本场比赛是由北京大军的苏晓东 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刚一开场张宁一个杀到篮下之后的上篮 打中2加1 加法也正 开场北大师打了一个8比0 张宁强打 没有 抢下来漂亮 2加1再次打中 张宁在地上翻了两个果 张宁这样的张宁回来了 这就是怪兰的张宁回来了 加法也静 我相信 刚才的那个快动上篮也非常的飘逸 本篮下 邵杰扣一个 这球是算静了 虽然是 张宁 宇晨 往里杀 打中 漂亮 当我们去喜欢他 去喜欢他们 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张宁终于来了 漂亮 张宁标志性的三分球 他们都不是球风软的球员 张宁造成犯规 两次发来 第二发命中 张宁漂亮 张宁 自己来 漂亮 延续的两次进攻 也没有 北大这段时间要启示了 张宁快速推进 没有打中 自己抢下来 造成犯规 张宁惊体 刘宁晨 之前表现出色 张宁转到底脚 白青 漂亮 漂亮 这个时候的出手千万不能手软 张宁绍杰 张宁 还是王丽莎 强打 差一点 这球是造成了犯规 我们看 张宁的身体素质 真的是非常的劲爆 这个转身世界把球丢了 张宁三分球能不能有 漂亮 三分命中 张宁仰天长笑 这才是张宁 想下来 张宁 差一点造成犯规 我和张宁 希望大决请求万人 的接说频数 希望四分钟的比赛之后 希望大决本节全会分四分钟 两发全中 漂亮 张宁 再来 张宁转身之后 分出来 帽子非常清楚 漂亮 白青 白青在去年的决赛当中 打成关键性的2加1 在今年的这个时刻 三分四十秒的时间 命中关键性的中投 这是一个为大场面而生的球员 王兰青今天也是 有着不错的表现 漂亮 少杰又一个爆扣 少杰 传出来 张宁三分球 有了 漂亮 张宁 张宁 关键时刻 就像他在这就是灌篮里的表现一样 把球发出来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 各位观众朋友们 北京大学获得了 本届 CUBA 东北赛区 东北王 这是 北京大学在 近七年的 东北赛区的比赛当中获得的第六个冠军 我想问问您 您能简单的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吗 您个人的表现和整个球队的表现 谈不到点评 总结一下吧 但是这么短时间内 我也不知道能总结什么 就是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这备战以来的心理路程吧 其实包括我个人 先从我个人说起就是从从在新卫赛受伤包括过一年回来疗伤训练付出 包括慢慢又融入到球队 这个过程包括队员包括教练大家都很焦虑 每个人都有赛前综合证一样 然后我到我觉得 其实最累的不是身体累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不是最累身体累 我们觉得是这个心理心理跟脑子累 我们每年的目标都是总冠军 包括从北京冠军 从中美赛季冠军 每一步我们都要做 每一步都很难 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的完善自己 包括我个人包括我团队 所以我很感谢这段时间能这么坚持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段时间使我个人和球队都成长了一大几 好那就谢谢您 好非常期待